台中豪宅伶俐的蛋黄区 四户合并楼中楼占地127坪的大宅 是屋主Kevin为了承载家的温度 与王玉廷总监联手打造的代表作 无论是格局动线、精工品味、纺织艺品 都是独一无二专属定制 其实我的本业是纺织业 但是我一直对建筑的美学 还有室内设计都非常的向往 因为毕竟这是我未来自己的家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亲手为自己的家人 创造一个空间是符合我的家庭理念 还有符合我的家庭的品位的 所以简单来说 要找到一个我能够配合的来的设计师 应该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我要特别地感谢王玉廷、Tim 我们其实合作已经非常地久了 我们在这之前已经合作过了五个案子 我们完成了很多不同风格 不同品位的案子 也因为感谢他 让我可以把我对纺织上面的一些美学 还有热情运用在室内设计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契机 让我决定投资我的副业 这个生勇营造 那这个案子最当初做市户合璧 然后在课片上面要做一些建筑上面的这个 改变还有这个设计 这些都是我新手超到向他完成的 是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其实一开始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身份不一样 那时候还只是单身 还没有结婚 到现在房子干完之后 其实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爸爸 这中间应该有很多的想法是 跟着有调整跟改变的对吗 是的 想当初在疫情之前 我刚签下这个毛胚屋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就非常的兴奋 我就找了Tim开始去发想 那在毛胚快要交屋的时候呢 我就变成即将要变成这个 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那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整个设计里面 就做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例如我们当初的这个空间 最重要的这个艺术品 这个楼中楼的悬梯呢 当初也是希望用一个完全镂空 这个开放式的一个龙骨梯 来去做出这个空间的这个穿透感 有小朋友很危险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 安全就变成我的主要 安全的考量 所以呢 龙骨梯也慢慢地就变成了 这个完全包覆式的这个 蝸牛壳梯 那我们所有的空间的零零角角啊 也都从非常的尖锐 变成圆弧许多 在不管是施工上面啊 工法上面都一直不断地在做改变 所以整个设计团队 施工团队 也是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才完成今天这样子的作品 今天进到空间啊 发现整个都是白色系白色调 这好像跟你对家的一些理念 跟想法也是不谋而合的 是的 我姓温 温暖的温 当初我的设计理念也是希望 可以为我的家人 打造一个温暖的空间 温暖的家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个案子取名为 The Warm House 那所以呢 当初整个空间选用了 极简的这个纯白色 来去搭配胡桃木的这个温度 这一点呢 也是我觉得Tim最厉害的地方 他用这个色调的这些搭配 来呈现出温宅 该有的一个味道 还有一个定义 其实进来之后就到处看得到 温宅的这个蚊子 从一路门口就看到很多的艺术品 贯穿在整个的房子 后来仔细看这些艺术品 既然全部都是纺织业 而且工法上面好像都不太一样 是的 我刚刚有提到我的本业 我们家族的系业 其实是从事纺织业的 那所以呢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有的装饰品 所有的艺术品 其实都是运用我们自家 领先世界的高科技的这些 纺织机台 纺织技术去做出来的 是 所以举例来说 我们在大门入口的处 有两幅这个温宅的春联 运用一些立体的纱线的一些变化 来呈现出中国这个传统书法的这个美学 那背后的这个宣纸的部分呢 也是用红色的这个提花 提出英文字母WEN 加上右下角的The Warm House 它使用的是皱褶的一个提花布 模拟传统种果印章 巧妙地呈现了一个整体 中心合并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认为一个有质感的纺织品 只要经过对的设计 可以为整个空间呢 带来更多的这个层次感 更多的温度 还有更多的品味 尤其走到楼上 在小孩子房间的廊道上 我觉得那幅画 感觉承载了更多家的意义 对不对 那幅画又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廊道是孩子们 每天进出必经的一个路线 所以在那边我是希望 可以为他们展示一个 比较有含义的一个艺术品 那我会选择用传统的书法 是希望他们可以莫忘初衷 要把中文学好 那选择温故自信这四个字 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 人生的出发点 那Learn from the Past 我认为前一代人的努力 可以造就下一代人的一个舞台 我也非常地感谢我的长辈们 给我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理念 是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的 而且这些纺织品 全部都其实是使用 纺织工业废料 回收再制二层的100%回收材 那所以同时我也希望提倡 这个现代住宅 还有现代建筑物 对这个环保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趋势 真的很棒是 你透过了原本的这些纺织 做到了另外一步 就是我们在今天整屋里面的 隔音的这些材料 也是透过你的纺织出来的 是的 好比我们的天花板的里面 还有我们的地板 实用的其实都是我们自行开发的 隔音垫还有隔音垫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打破大家 对传统纺织既有的一个想象 那也融入提升生活的一个品质 还有品味 哇 听了Kevin对家里的理念这些想法 真的知道他对这个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接下来就要请我们Kevin的御用设计师 我们的王仲坚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匠心独具的载地 刚刚跟Kevin聊了一下 发现其实他对整个空间 他的美感啊建筑是很有想法的 其实这个案子算是一个大挑战 我们在跟每个屋主讨论空间的时候 都希望以他们的个性啊 或者是一些喜欢的特性 来做一个定制化的空间 以我们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长形的空间 那我们在长形空间的设计的时候 就会考量到它的空间的分布 跟它的视觉的穿透性 那在中间我们跳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的线条 用纵向的方式去做延伸 让我们的跳高空间 整个很开阔很宽敞的 那入口来说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旋转梯的部分 这样子 因为刚刚Kevin也说 它是整个一楼的视觉 一路延伸到上面 其实它这个主体就感觉像是一个很美的艺术品 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一支梯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龙骨梯 那我们考量到在这个空间来说的话 线条会过于的琐碎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带到屋主它本身的企业 就是纺织业的这个想法 用一个断带的曲线 也让它成为整体的主视觉 那在于工法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去在画图的时候 很精准地去画出它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粗细度 所以很大的部分我们在结构做完以后 我们要靠着木工精细的这种做法 在现场像做一个船一样 一片一片地把木片合上去 然后去把这个整体的形状去做雕塑出来 再透过灯光的设计 把这个线条带到这只梯里面 让整只梯看起来更柔软 说到氛围感 其实在我们楼下的空间 最主要是可能会有朋友过来的话 楼下的空间我们要去怎么营造这种氛围感 屋主它本身是比较喜欢北欧风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种温暖的感觉 带到空间里面的话 我们地板用了大量的石木地板 去营造出温暖的氛围 那在我们的最主要的电视空间的话 下面我们有设置一个水务式的壁炉 营造出就是暖炉的这种空间 对 那在空间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再延伸到钢琴区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的墙面上面有做一个大量的留白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有设置一个水波灯 可以用水波的这种感觉 去带到我们的音乐 也带到我们的空间 让整体的空间有一个温暖的效果 那到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餐厨空间 因为是个开放式的 不管在机能上跟动线上面 王总监又怎么样来去做规划 那因为屋主他可能有比较多的亲朋好友 有的时候都会来这里去做一些聚会 所以我们在餐厨的空间的话 有一个餐厅区有一个开放的中导 和有一个户外的一个用餐区 那其实像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有特别的考量说 他需要去延伸到室内户外 包含说我们中导做的位置的去配置 怎么样去可以增加到我们的视觉 可以看到户外跟室内的空间 这都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有特别去做考量的 那在我们的中导区域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区域它本身是一个轻石区 所以在天花板的空间 我们内盖一个西顶式的油烟机 那台面的话就是用一个隐藏式的电陶炉 来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俐落更细致 在整体的墙面上面跟面板上面 它都非常的一致 都带有一点雾面的这种金属的感觉 对 墙面上面的话 我们就希望在整个空间 看起来是俐落干净的 所以包括您看到的热潮区 或者是我们的客厕 我们都特别的去用一个隐藏式的方式 去把它做一个设计 其实推开门到了我们的客位空间 哇 一进去有银笔的音乐 这个高级感都出来了 其实像这个空间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有特别考量到它对外的窗 还有整体的视觉的光亮性 所以我们在墙面上面的话 我们就是用茶镜去做整个配置 那在您看到这个水槽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特别是用一个泼墨山水的食材 屋主之前也有设定一个 从天花板下来的一个龙头 它的设计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也在这个水槽里面 外加了一些巧思 就是将一些给照剂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龙头 设定在这个水槽上面 让它吸收的时候 有更特别的一个享受 我觉得我们的屋主很贴心 它为了女士 还特别规划了一个女生的厕所区域 而且我们这个女士的厕所 你会发现它迎宾的音乐是不同的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女性柔软的 一个迎宾的声音 那我们在里面的空间的话 我们也就是渐渐地带入 这个禅风的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 而且在这个空间的旁边 其实就是个非常完整的孝亲房 走的风格也是非常一致 所以都是走一个很残疑的风格 孝亲房的设计 我们延伸了主要区域的一个 现代化的设计 来跟禅风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到非常禅风的detail 但是我们把这些detail 运用在我们的配置里面 例如说我们的床的后面 它是用一个苏蓝名板 去做一个衣柜的门片 在主视觉的上面 我们用了一个土墙的这种概念 去作为一个视觉的主体 那也在就是说空间的动线的话 我们就是特别配置一个回制的 这种空间配置 去让我们的动线 还有整个视觉的穿透 都可以做一个延伸 来到了二楼在我们的廊道空间 放眼望去 哇这个楼梯真的是金雕细琢 而且整个开阔度 配上阳光洒进来 在这里觉得好舒服好惬意 我们从二楼的楼梯上来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扶手 全部都是玻璃的 搭配我们的廊道 它是沿着我们的落地窗 去做延伸 所以在这个廊道行走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整体的空间的开阔 尤其我真的好喜欢 这种跳高的楼中楼 因为所有的视线 还有很多的线板 它其实都是一步延伸上来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好棒的巧思 是我们白色的墙面上面 晚上可以变成一个 戏剧场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主要希望这个白色 是它的主要色系的这个概念 包括像我们的廊道空间 小朋友都可以沿着它的侧边 在二楼的地方就可以观赏到 这个很棒的投影的视觉 来到了男主人的书房 其实在里面王总监又特别放了一些不一样的创意 我们看到这个书房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巧思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书桌 其实它是一个升降桌的设计 我们将升降桌跟我们的木座去做一个融合 把一个家具工业的设计带入到里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子的展示柜 我们在盖的时候就请建商 在帮我们在这里预留了一个降板的空间 形成一个地窖型的特殊的展示空间 当我们走到廊道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主卧室 里面的动线我觉得是特别精心思考过的 其实您会看到这个空间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回字型的一个空间 当门打开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在这个主卧室的空间 做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行走 将我们更衣室的门关起来了以后 您会发现说 其实它是有一个小玄关 在颜色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个 比较沉稳的一个设定 空间会比较有一些宁静的感觉 那在浴室上面的动线呢 其实位于空间都是比较属于一个主人 比较私密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不希望一进到卧室 就可以马上一目了然 所以在主卧室的窗头墙的后面 就有一个别有洞天的私人空间 那我们再转过去 再看到我们主卧室卫浴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双人的台面 另外加上一个女主人的梳妆空间 那在台面上的话 为了方便我们的屋主可以 就是半夜起来想要喝水 又不想跑那么远去厨房的话 我们在那里有设定一个过滤器的系统 所以其实它只要就是转一个身 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就可以饮水了 今天来到台中真的是很难得 难得遇到屋主跟我们的设计师 强强联手合作出一个这么好的作品 透过我们屋主非常高超 专业这个纺织的技术 还有我们王总监非常厉害的设计 这件作品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 想欣赏更多王玉婷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 不论是全市装修局部装修还是新装修 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